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老太太生病了 老太太醒来之后 心脏跳得忽快忽慢的 让她有些吃不消了 老太太就傻 差不多了 自己要走 也就在这一聊天了 老太太已经76岁了 身体倒还好 只是今年大冷大热 对他们这些老年人 是很致命的伤害 所以 从春节过后 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老太太转头 看到旁边的暖椅上 躺着自己78岁的老头子 心里稍稍安慰了些 太阳暖暖的 正在向天边垂落 老太太就想起了和老头子 这一辈子的时光 老太太这样想的时候 胸中有些发闷 就咳嗽了起来 惊醒了一旁无睡的老头子 老头子赶紧起身 关切地看着老太太 揪手倒了一杯水 老太太就捧着暖暖的水杯 看着自己的男人 想自己和这个男人 过了这一辈子 还有什么遗憾的没有 想了想 觉得 好像没有 这个男人心思实在是细腻的 可以 对这个家 也实在是没话可说 再苦再难 都把他们娘几个 照顾得脱脱当当的 两个人虽然在一起 极少有什么话 却有着多年培养出来的默契 有时候 就默默地坐在一起 手握着手 什么也不说 都能静静地 坐上那么一天 老太太就想起老头子 为了这个家付出的一切 还记得一年秋天 二小子要上学 学废成了问题 家里也好久没有见到 浑腥了 老头子就在屋里坐了很久 然后起身说 就找人借 找谁借呢 其实他们在那个城市 一个亲戚也没有 聊聊的几家朋友 也都是一穷二白 谁知道到了傍晚 老头子果然就带回来了 儿子的学费 手里还破天荒地 拎了一只火鸡 那天晚上 一家人暖和地在一起 好像过年一样的快乐 可是他却在晚上 给老头子换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绣弯里 有淡淡的一点血迹 就赶紧去看 熟睡中老头子的胳膊 就看见了他 肘弯处 一个醒目的睁眼 还有好大一片淤气 为了这个家 也是一身的病了 快八十岁的人了 却每天依旧忙忙碌碌的 仿佛是一台不知疲倦 为何物的机器 而自己 自己当初嫁给他的时候 是多么多么的伤心 多么多么的不情愿呀 现在牵手走了这么多年 却只有他一直陪在自己的身边 不离不弃 始终如意 老太太这样想着 眼睛力就渐渐地超湿了起来 忽然就有一些孩子气了 就轻生地问眼前的这个男人 老头子 说说看 如果有下辈子 还愿意和我做夫妻吗 老头子被老太太这个突兀的问题 弄得愣了一下 就展开满脸的核桃纹 笑得很神秘 不一定咯 如果下辈子 我脱身成了大棺材主 就去找你 让你好好地跟我享享福 如果 如果还是这么穷 就帮着你 帮着你 找一个有钱的人家 我呢 我就在你家附近远远地看着你 只要你能过得好 就成了 老太太很感动 就幸福地笑着说 你个臭老头子 在我家附近 在我家附近干什么 老头子就转头 认认真真的 看着心爱的女人 认认真真的说 我干什么 就 就做个教书先生吧 老太太就突然愣住了 哀伤地看着这个和自己共度了一生的男人 想说什么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个教书先生 是他年轻的时候 想家的人 这时候 老太太眼里的泪 却无休无止地流了下来 过了 过了很久 老太太深情地说 老头子 我要走了 抱抱我吧 老头子就慢慢起了身 轻轻地 轻轻地把老太太摟在怀里 老太太就在老头子的耳边 疑难着说 老头子 下辈子 咱 还做福气啊 老头子 老太太和老头子的小孙女儿 放学回家的时候 感到夕阳夕下 火红的下光 将老头子和老太太 满满地笼罩在一起 她说 休啊 爷爷奶奶 看不出你们还是这种浪漫啊 于是惊讶地发现 老太太和老头子 幸福地相拥着 已经双双去了 相濡以沫 相爱一生 平淡却不平凡 爱 不一定要轰轰烈烈 一样可以感人之身 等起回上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